从去年到今年一年的时间 我差不多一个月看三四本书 一年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的人生从被动防御 转变成了主动出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不管我们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还是我们想赚更多的钱 还是说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学历 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去讨好别人 或者去利用别人 这些最重要的原因都是 因为我们内心感到不安全 我们想给自己建立起一套非常安全稳定的生活方式 这样倒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学历高我就不会失业 我有钱我就不会受贫困之苦 这种是被动防御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时刻处在一种备战的状况 我们内心是很紧张的 我们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我们在把将来的经历放到现在身上 通过这一年读的书 我认可了我们人生的不确定性 而且我们的人生解决了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有一连串的问题不断的组成的 但是这并吓不倒我 因为我知道当问题麻烦出现的时候 我自己有应付解决它的能力 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我相信我们人类的创造性 我可以想出办法来 而且我相信我知道我自己有挣扎的能力 挣扎的能力就是说 人都可以遇到比如说特别让人不幸的事情 或者是失业了 或者是没钱了 或者是生病了 当这些事情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知道我可以在那挣扎 想办法 用积极的态度 去想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挣扎的能力 我有这个能力了 遇到问题我就不会害怕了 这种主动迎战生活的态度 给了我自信心 所以当那些个问题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现在就可以有多余的精力 放松 享受人生 不用去透支人生了 我现在先把我看的那些书里面 对我帮助最大的几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成效是最高的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一个月可以看三四本书 那个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 是怎么安排出来的 这个书里面呢 第一本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人生十二法则 英文版叫做Twell Rules for Life 这本书给我们讲了很多人生的真谛 很多书都是不敢讲的 或者是没有讲到的 比如说 一个人啊 当你受欺负也好 或者你内心不满的时候 生气不是一个没有光彩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为自己站起来 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实用的办法 还有一个如果没有自信心的人 你怎么开始建立自己自信心 从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开始 那就是把你的桌子先收拾干净 然后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 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可以帮你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本书呢 是讲人类大脑的 这本书里给我们讲了 我们大脑巨大的潜能 这本书是给我自信心最大的一本书 不是什么励志的书 它让我明白了 我们人生啊 有很多很多的潜力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70岁的人啊 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我们觉得这是人生的奇迹呀 其实只是说他把他的潜力发挥出来而已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天才呀 其实就是把他的潜力发挥出来而已 并不是真的什么奇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奇迹 都有自己的潜力可以发挥的 所以这本书给了我很多自信心 很多希望 让我知道我做的事情 我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成的 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 那又看我们个人的努力了 这本书呢 是一本非常老的心理学书啊 中文叫做神经观能症 还有人生的自我挣扎吧 我会把这本书的中英版都放在 链接都放在下面的 这本书比较难读 但是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价值了 如果我们想了解自己的话 它讲了里面比如说讨好型的人格 有控制欲的人格 还有就是人生一天当晚漫无目的 这是什么原因 它都分析了我们内在的原因 当我们了解我们内在这些 为什么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想办法怎么解决它了 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本书还能帮助你也了解别人 别人的行为为什么会那样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呢 少走一些弯路 比如说有的人总想改变一个酗酒的人 一个赌博的人 一个抽烟的人 看完这本书你就明白了 你是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别人的 你只能是说启发那个人 或者说你以身作则 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放弃我们没有必要的那些个努力 把真正的精力放到有用的地方去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心理学书了 少有人走的路 心理成熟的立场 这本书讲了很多人生最基本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我们认可人生的不确定性 我们人生就是充满了问题的 这里面强调的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些人生的问题 其中有一点对我非常有帮助 就是作者讲到很多人说 我学不会东西 我解决不了问题 他说就是你没有真正的花足够的时间 然后我就听了他的建议 比如说我像对电脑电子这些东西搞不清的时候 教自己怎么把心放下来 第一次尝试 第二次尝试 第三次尝试 不停的尝试 最后还是能够解决的 说明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啊 试了一次我们就觉得 不行我解决不了 就放弃了 并不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 这本书的中文版叫做情绪急救 英文版叫Emotional First Aid 非常实用的一本 关于情绪情感的心理的书 它里面讲当我们遇到内疚啊 或者被拒绝啊 或者是伤心啊 或者是孤独的时候 还有没有自信心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具体的做法 这本书真的就像一个人生的急救箱一样 我就是放在我的床头啊 经常看这本书 当遇到比如说有时候被拒绝了 或者是感到内疚的时候 翻一翻里面看怎么处理这些情绪 对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有实用的帮助作用 上面那些书的中文版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下面讲 我们怎么可以一个月看三四本书 哪来的那么多时间呢 第一个从你的兴趣书发 我们很多人一看书就犯困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人生的大脑啊 对知识是非常渴望的 大脑学到知识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 我们有这个天性 上学那个不算啊 上学都是是 他把那个教学方法搞得非常的枯燥了 比如说当你觉得我为人没有意志力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不是你没有意志力 因为有意志力的人 其实是他们把他们身边 对他们诱惑的那种情况 给剪得很少很少了 还有的人啊 分手之后总是走不出来这个阴影 然后如果你明白啊 你学到这个知识就是 你走不出这个阴影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本身 有情感饥渴问题 这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 会很兴奋 就不会犯困了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用的是叫听书 听书在这边有一个APP 叫做Audible 我会把这个APP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下面的 它可能你第一个月 可以免费试听两本书 如果不想要的话呢 在一个月之内把它取消就行了 听书就让我们把时间 会更多的利用起来了 你在走路的时候啊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在洗碗的时候啊 你在开车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些零散的时间 把它用起来 这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时间 你看我这么短的时间就读了这么多的书 第三个呢就是我一般同时会看或者听 两本到三本书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第一本书 哪个地方啊有一个阶段 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这我就到第二本书去 这种转换呢还会刺激大脑 让大脑总是处于一种兴奋的状况 就是说它对你读的东西呢 不会随便的失去兴趣 因为可能一本书是关于心理学的 另外一本书呢是关于一些人 他这种冒险的经历的 再另外一本书呢是关于一些情感方面的 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 有了章节 我觉得不感兴趣 对我没有什么很多价值的话 我把它跳过去 因为一本书也并不是说每个字都是精华 第五呢就是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我们现在没事就刷手机 那是因为刷手机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我以前睡觉之前也刷手机 那怎么转换过去到看书的呢 那是因为有一个时期 我看了一本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书 所以我脑子里总是想着 我什么时候可以接着看 什么时候可以接着看 所以终于晚上我把事情都做完了 吃完饭了散完布了等等的 我就想我终于可以看那本书了 这时候我手里抓的就是那本书 而不是手机 所以利用这个很好的时机 赶快把这个习惯给它转换过来 怎么转换习惯呢 有一本非常有效的关于养成习惯的书 叫做原子习惯 英文叫atomic habits 这种习惯呢 就告诉我们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养成习惯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叫做二因素法则 就是时间加上地点 就是你每天一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晚上九点 然后在固定的地点 比如说在你的沙发上啊 或者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在厨房的某一张椅子上啊 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 你会做同一件事情 比如说看书 这个时候 一天两天三天下去之后呢 时间加地点 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因为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到底干什么都已经被定下来了 这时候对你来说就太轻松太容易了 非常希望你也能够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不一定每个月要读那么多本 即使你啊坚持不断的读 你也会吸收到很多的精华 一定会对你的人生有所影响 让你成为一个更加积极更加自信更加热爱生命的人的 希望我的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价值的话 欢迎你点赞订阅跟朋友分享 咱们下次见